O.T. 怎么样怎么样 LINK过来找我玩一天 What's up Bro 你是不是又长高 这个是我当时梦想的一个 我要拖鞋吗 不用不用不用 夹干净了 真的 东西挺少的 就是桌子 服具然后电视什么的 电视就看youtube 看自己 看自己 我们现在呢去吃点东西 练钱补充一点 好久没有回到那个Wall's Gym了 我在深圳的那些健身房 都特别小 每一次我在训练的时候 就找到一些器械的时候 就还好 因为我公司健身房的一个 大的一个投资方 然后呢我们在那个健身房都是免费的 这Wall's Gym急需点灵感 现在Wall's Gym变了 The Gym 然后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器械 可能大家也没有完全的看到 Wall's Gym里面到底有哪些器械的更新 今天可能简单的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猎胸各种角度 这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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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一定要试一下 Let's go 我们现在先来吃个早饭 补充点能量 待会儿练个背 你吃什么 Feed Night Grand Pancake Breakfast 因为这个吸收快感觉 那我就跟你吃一样的吧 最近皮肤不错小伙子 怎么回事 水锅贴贴做美容 没有天天做美容 就是练的少了练的不够狠 大家看到一些水果 一些培根两颗鸡蛋 然后这是一些Pancake蛋饼 这个吃完了我们估计今天训练肯定会到位 其实本来我想带他去EOS练一下 EOS可以脱衣服 对不对 然后练的更爽一点 然后这个天气 不能脱 我太跑了 我现在体脂大概20%左右 大家看我很宽 对不对 没有 完全没有 广小镜头 其实我有在客制饮食 但是还是太难了国内 在国内确实很大 对 然后包括你一些社交 我尽量拒绝一些无用社交 晚上睡得也早 但是你在国内还是吃得非常困难 对你得消耗精力 对啊对啊 好 我们先吃吧 Bro 回来的感觉怎么样 感觉熟悉又不熟悉 变了 对 以前叫World Gym 现在变成The Gym 它以前里面是亮的嘛 现在如果都涂了这个颜色 就可能不会太好 没有没有里面变化不大 我还记得他当时在那个地方哭 对 自己在这样 哭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刚刚自己有没有力气练起来 当时为什么哭 教练一般都会给我上大重量 但是那时候因为自己吃的少 然后达不到教练的预期 然后我就着急 本来应该可以表现更好的 但结果没有表现好 教练也后面就跟你说 练完就行了嘛 就走吧 有一点小开心 小崩溃 Let's go Let's train Welcome back Hey look this year Beakberg 619 619 619 Yes It's good to see What happened That was one of my better trophies Yeah Oh my god Alright coach Time to train Time to train 好 第一个动作 我们先从引体开始 我们第二个动作做一个超级组 是一个坐姿器械下拉高位下拉 然后紧接着做一个教练经常在我们做的一个上背的主身划船 来看 这动作其实还挺困难的 中国都没有这样子的器械 这个器械在美国也算新的呀 对吧 接着 第三个动作我们做一个高位下拉 加这个横杠下压的超级组 每组大概是15个左右 应该在享受这个过程 你是哭了吗 感动 感动 感动的泪水 大家现在看我们做的这个器械 我在别的电视网没有见过 这器械有三个把位 Michael现在握着中间的把位 然后还有两边后面的 中间竖的一个把位的一个划船 很爽 是吗 我跟大家说Michael马上要比赛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比 有些时候我虽然也能剪下来 但是动力特别强的人 迫使着你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所谓的强 不是说它练得有多好 这种感觉你知道 会感染人的 这种正能量是感染人的 Michael 他舔台词你听懂了吗 没有 大家看这个grip的好处呢 什么有的时候握的时候没劲的手腕 你的手腕会伸直 但实际练背让你感受最好的时候 你手腕是微弯的 它自动会让你手腕变得微弯一点 所以这还挺好的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 可以入手一个这样的把手 尤其是对那种背部没有感觉的小小伙伴呗 大家现在看呢 是World Jimmy一个比较独特的器械 然后它这个比较独特是针对你上背部的 大家看一下 你坐 就上背部练的时候 你就走 走 就往那边走了 然后很多器械 要不就是这样子的 要不就是这样子的 肩上有这样子的 如果大家没有这个器械的话 可以尝试这种绳索 这种交叉绳索 这样子 来代替 所以大家看到 我们现在做的最后一个动作 是一个二头的动作 铁板的弯曲 我待会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 这招呢 我还是跟咱我的一个朋友叫沈岳 可能大家已经知道他了 小鲜肉 他跟我说 在做这个的时候 一定要想象 你的三头对抗这个垫子 他这个小技巧呢 彻底改变了我 对这个动作的一种感受和印象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效 对这个动作的 好 好 我跟你说你要这样点 你中午就极限了 我试下我试下 oh my god bro 大家一定要试下这个动作 点往下 熟悉的room 今天呢 各位 我在这个room待的时间啊 在我们家厕所待的时间差不多 因为我经常搬家 在这个地方永远不会换 是不是Michael 可以 你每天在这儿花的时间也不少吧 感觉你最近天天各种调灯光 生活的 你就会像灯光师了 腿可以 你站那儿站那儿 为什么要动不动脱裤子 几乎那三个月吧 每一次练完 必定会来这个房间做一次posing 每天固定的点是在这儿拍照 那种臀部把这个挡住和这个 大家看这个 把这个挡住 我这腿可以啊 我靠你怎么可以保持那么力呢 这么还力 大哥 你咱比过赛的吧 我知道我知道 那会儿弄 那会儿才力 我知道那会儿力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比昨天还干一些 其实我现在一直在增肌 我的目标呢 就是8月17号要比一场比赛 然后教练跟我说 以你现在的这个体重还有体脂还有状态呢 你不应该直接减 我觉得也是 像这样这种状态减的话 肯定能减下去 但是也就减没了 所以呢我需要花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找回之前的状态 把我自己的力量还有生活状态 找回来以后 再进行两个月的严格的饮食cut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再进行一个减脂 我现在呢非常非常的有动力 因为训练伙伴Michael呢 看下个镜头 Michael 每天干嘛 这种训练的感觉 以及这个目标 我都是相同的 8月17号 所以他会push着我 更容易一点 来进行这么个备赛的过程 到时候呢 我也会把整个过程给大家记录下来 希望如果夏天要减脂的小伙伴呢 可以跟着我一起 咱们一起进行一个减脂的这么个感觉 好吧 让你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体型 迎接夏天 办个洞子 大家现在看到呢 我们现在回到了家里 然后他今天呢 就在这待一天 我今天半天吧 可能大家看我很早以前的视频 就两年前 跟Link一直在一起训练 但实际上在我做自明体之前呢 我们一起练了大概有三三年 三年有2011 14年 就之前呢是我基本上每天都在一起训练 然后后来呢 因为就是上学呀 然后工作呀 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事情 我说句实话啊 可能大宝贝是我的真正的coach 就是启蒙教练让我进入到就是说 稍微专业一点训练啊 更科学训练水平 但是领我进健身房 或者是真正让我开始进行这种lifestyle的 是Link 就是我 他是我的启蒙的这个把我拉进健身房的这个人 当时我都是bro science 然后呢就是bro 然后我是science 当时不仅仅就是你在争 我也在争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训练是相互的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练 我很多时候没有办法push 虽然说我的计划很周密 我的饮食很周全 但是如果有一个搭档在一起的话 就是在最后关键时刻给你一点点的push 它的这个就是功能是事半功倍的 你现在在干嘛呢 我不是后面研究生转到了欧洲吗 在欧洲待了半年 上学院结束完之后直接就回到了国内 然后刚好在实习期我们一起组建了个团队 在做还是健身相关的一些 所以说你现在还是学生 我现在还是学生 对说你刚才做了一个project 也算是你实习这么一个project 欧洲那边健身氛围怎么样 就小插曲 欧洲那边的健身氛围呢 我是在西班牙马德里 然后呢我去其他地方旅游 我也有去看健身房 我觉得欧洲的健身氛围 其实跟国内差不多 跟国内的一些器械的选用 然后呢力量 因为他们欧洲也是kilogram 公斤嘛 说实话就是我在国内缺了那么多健身房 包括我在欧洲缺了那么多健身房 我实话实说 加州的健身氛围 是毋庸置疑最好的 还是最好的 那前一阵你不是去了那个国内一个非常有名的展会 叫IWF 然后你也看了美国这么多的展会 你觉得就是它里面有什么区别 你像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拉斯维加斯 我们在LA我们都参加过展会 那个展会里面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supplement 然后呢一些服装 然后呢一些网红品牌 但是在国内的那个展会呢 它首先是一些器械 一些器械厂 器材 对器材 有意思哦 然后呢有一个展 也是整个展会里面最火的一个厅 还是以supplement 营养品和健身网红为主 当然总结就是 我觉得国内的健身趋势越来越好 对就还有点事啊 就当时我跟她一起训练的时候 就老个女生一直跟她在一起 我一直以为是她的妹妹 我把她照片放在这儿 俩人长得真是特别特别像 后来才知道是她女朋友 你们俩在一起得有四五年了吧 我们有四年了 什么规划 什么规划 其实规划我这一年回去嘛 回去之后呢 我把我的事业稳定了 然后呢我在深圳把一些事情都安排妥善了 我希望一年以后呢 把她接到深圳来 然后呢 嗯就一起走下去这样 差不多了 差不多 可以 我希望你能经常回来 咱们经常一起站 今天练得也不错很爽 这种感觉就是 肯定的我会经常回来 初恋的感觉 希望我今天九月份能够回去 回去来深圳 可能来深圳 对 深圳找我一下 包吃 我的小房子 包吃包住 必须包吃包住 对房子不大 希望帅哥不要介意 ok 然后呢 就是健身的东西一切备好 想出去吃下馆子随时 没有 健身房 我帮你谈好 你想怎么拍怎么拍 在深圳 你说了算 对 这些东西我都能说了算 那我也非常期待将来她能够经常过来 然后我也会回去 然后希望以后有机会 咱们还能一起做一些事情 肯定的肯定的肯定的 行 当然健身肯定 就每一次每一次我们一相遇嘛 先健身健完身基本分散些时间都拉回来了 下就拉近了 拉近完之后呢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沟通方式 沟通方式 沟通方式 一铁会友 对 一铁会友 行了那走吧 你赶紧走吧 走了吗 不留你了 不留我吃个饭什么呢 你可别吃了 原来等着你了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ok alright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 没关注我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关注 别忘了小铃铛点开哦 那咱们今天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